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抢占先机 而开放新中国采访团队 前进湖南高精密磁浮基地 那么目前大陆第一条 自主研发的中低速磁浮 花了大约有200多亿台币 时速是100公里 目前已经在长沙正式营运 在距离轨道0.8公分的磁浮列车上 高速奔驰 是什么样的感觉呢 跟着我们的采访团队 一起来感受 列车漂浮在轨道上飞驰 大陆首条自制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长沙磁浮快线正式营运 连接长沙火车站到黄化机场 从这里坐车到机场 只要20分钟 比平常搭大巴 大概节省了10多分钟 方便一点嘛 也快一点嘛 然后赛车的话 都会要一点小心 那你觉得它这个价钱还可以吗 20块钱的名字吗 可以啊 长沙磁浮列车 全长18.55公里 时速100公里 市值42亿多人民币 约210亿台一新建 是全球最长城的中低速磁浮列车 由大陆最大的便利机车基地打造 进入高度机密的磁浮试车区 列车启动后 完全不会接触轨道 两者间距控制在0.8公分 下方的这个电磁铁 往轨道往上吸引 它就变成巴黄 一性相吸的缘动 这个电磁铁得电以后就变成磁铁 磁铁由轨道相吸引 磁浮列车利用此场 异性相吸的原理 让车辆稳定悬浮 我们一列车有60个悬浮控制器 通过这60个悬浮控制器 使整列车保持8毫米的悬浮间距 虽然试车时速比较慢 但设计路段却更复杂 在此副列车上到底稳不稳 我们来做一个实验 我把一颗电池放在窗边 现在的时速大约是60公里 我们可以看到电池几乎没有什么晃动 列车跟轨道不会摩擦 低能耗低噪音 可以爬斗波 转弯半径只要50公尺 也就是说围着一栋楼 就能轻易绕圈 50米的范围 我们就可以拐一个直角的弯 那么传统的轨道交通 大概在250米左右的转弯半径 跟传统地铁相比 磁浮列车节省土地使用面积 也少了拆迁补偿费 在大陆这边地铁的造价一般 是在6个亿左右 可能还会有一些程序 会更高一些 1公里 那么这个磁浮的话 大概每公里 只有2个亿左右 所以相当于就是 1%到1%这么个样子 目前大陆 日本 韩国 德国 都掌握磁浮技术 上海高速磁浮 采用德国技术 时速430公里 大陆全力冲刺 研发时速600公里 速度为飞机 三分之二的高速磁浮 希望样车在2020年面试 我们现在正在着手 研究160公里每小时的 这个中速磁浮列车 因为600公里的车辆 现在还在属于 关键设施设备的研发阶段 负起重任的推手 中车租基 是大陆老牌央企 产品涵盖地铁 动车磁浮列车等 一年平均生产1000台车 产量局全球之冠 一带一路这个建设的需要 把我们的轨道交通产品 和我们新型产业的一些产品 做到我们关联国家和地区去 我们现在逐步进入欧洲 美国我们要往高端国家 高端市场走 大陆推动高铁走出去战略 中车租基 去年外销马来西亚 土耳其 奥地利等国家 至今已达320亿人民币 我们在去年的外销里面 我们赚到整个产值的三分之一 超过了30% 监管大陆高铁里程 已经突破2万公里 高居世界第一 但为了替后高铁实态 做好准备 大陆超车 拼高速持福 希望在全球抢得现机